鱼是應該要刷的 千萬不要過分地刷 因為鱼本身是肉 地毯 其實是一條一細微的組織 如果你想到地毯 裡面很大時會藏很多東西 所以輕輕刷一下 如果你的鱼胎是比較厚的 有股東西在面上 清理一下 因為那是細菌滋身 一個比較容易滋身的地方 所以用一些牙刷 有軟的面 讓你刷一下 舌頭輕輕拉一拉 也不需要刷到舌頭痛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舌頭是有預合能力 你也知道舌頭用來說話 吃東西動 基本上是一個很忙的組織 如果你那裡受了傷 其實會很影響你的生活 所以不要過分地刷 但是千萬不要被他 滋身一層很厚的舌頭 所謂的鱼胎 長出來 在牙刷里心 明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